女人刚洗完澡 听到外面有人敲门以为男友回来 结果打开是一位陌生男子 女人使劲抵住门 但还是被男子硬闯进来 他抽出几张钞票放在桌上 随即脱下衣服就要对女人动手 楼下的男友通过窗户发现情况 立马冲上楼 他操起桌布从后蒙住男人的头 把他拉到地上开始暴走 一边打一边大喊着让女人快跑 见男人逐渐失去抵抗力 就掀翻桌子朝他砸去 然后跟着女人一起逃走 他们来到警局报案 男友小龙怕女友小苍在受刺激 于是把警察喊出去说 负责给小苍录口供的老警察 却借机脱下他的衣服 小苍虽是一个弱智 但也懂得保护自己 从始至终都捂着前面 警察问他们袭击者有什么特征 小龙说没注意 只记得他右手有个五角星纹身 他们不知道这个人也是警察 而且还是这里的头头 此时正站在审讯室外看着小苍 警察出来询问他怎么回事 他说小苍是老保玲姐的新姑娘 不仅额他钱还和小龙一同袭击他 说完他就带着老头一起进了审讯室 看老头这一脸猥琐的笑容 就知道小苍厄运难逃 小龙这边被其他警察盯着 无意间他看到了他们的照片 上面正是那个手上有纹身的人 小龙立马意识到自己进了黑窝 他趁警察不注意冲到审讯室 不幸亲眼看到了无比痛心的一幕 但他很快被警察按住 随后拖进房间折磨 更悲剧的是他被吊在上面 目睹了女友被折磨的全过程 警局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他们这才得知小苍不是封月女 而是一个弱智 但这群情兽并不打算认错 而是想着怎么掩盖这件事 之后他们伪造案发现场和口供 诬陷小龙犯有偷窃和袭警罪 小龙被判处有弃徒刑六个月 小苍则被送回了家 警察威胁他如果多事 小龙就休想再出来 此刻狱中的小龙心里已经燃起复仇之火 他一刻也不停歇地改造着自己的身体 只等出狱的那天实施计划 他是要将这些凌辱女友的人一个个都干掉 男人不停地用手指头抹扎着床脚 即使万分疼痛即使鲜血横流 在日复一日的摩擦中 十个指头终于光滑完全没有指纹 小龙在为接下来的复仇做准备 今天是他出狱的日子 远远就看到女友小苍来接他 但女人隆起的肚子让他一阵心痛 同时也坚定了他复仇的决心 两人相对无言没有说话 接着就牵手离开了 之后的几天 他们度过了一段非常平静幸福的生活 但很快警方就陆续发现好几起孕妇破肚案 警员小丁的背后小龙突然出现 他用碎盘子死死抵住对方的咽喉 小丁倒地后拼命挣扎 但怎么也逃不出小龙的钳匙 慢慢地就没了呼吸 警方从河里捞出一个塑料袋 他散发着阵阵恶臭 警察们都捂住了口鼻 袋子突然爆炸 他们被眼前的一目惊呆了 因为里面是一个未完全成型的婴孩尸体 还有小丁的证件 警察来到小丁家 脚下突然感觉被粘住 抬起脚鞋底全是粘腻的血液 腥臭也扑鼻而来 他们发现了躺在地上的小丁媳妇 已经怀孕的他但肚子被剖开 神奇的是他脖子上的动脉还在跳动 这种作案手法真是残忍至极 不久警察老鬼也遭遇不测 怀孕的新欢朝门外看呆住 他看到后慢慢退到里屋 同时手摸进腰间的配枪 但一切都已经晚了 等他打完求救电话 小龙已经完成剖腹工作 老鬼被吓到瘫软在地 小龙不慌不忙地拿掉他的手机 之后警察赶到这里 瞬间被惨无人到的现场镇主 几乎都不敢喘气了 孕妇惨遭毒手 老鬼也被开水烫死在浴缸里 警方立刻展开调查 他们拦截过往车辆 一辆大巴上就有小龙 但交警不认识他 正当大巴被放行时 警察钱哥出现 他要求再仔细检查每一辆车 小龙赶紧趁机下车逃跑 但还是被钱哥发现 两人展开激烈追逐 小龙跨过花坛跑下陡坡 但终究跑不过警察的手枪 他被抓了 因为小龙没有指纹 警察无法拿出证据 于是决定采用严刑逼供的方式 让他认罪 警察将他按在桌上 拿冰锥插入他的耳朵 但小龙依然无所畏惧 接着他们把图钉撒在桌上 再抓着他的头使劲砸下去 小龙是个狠人 他对钱哥说 反正自己不是第一次被诬陷了 这下可把钱哥彻底惹怒 对着他就是一顿疯狂教训 此时小苍在家里看到新闻 不仅知道了那些连环命案 还得知小龙被警方抓走了 于是他决定为男友做一件事 孕妇拿一把小刀走进浴室 然后生生剖开自己的肚子 将孩子取了出来 之后把刀丢进下水道 他之所以这么做 都是为了深爱的男友 小苍先是烧掉两人唯一的合照 然后拨通报警电话 接着就拿小刀进浴室实施剖付了 小苍原本是附近的学生 他智力不太好 和奶奶相依为命 但奶奶某天突然去世 他就被强制送进了精神病院 小龙是学校附近卖包子的 他暗恋小苍已久 绝不允许他被关进精神病院 于是想办法把小苍救了出来 小苍回到家发现门窗已经被封了 这时对面的风月女灵节打开门 他今天有事不回来 就好心地收留了他们一晚 小苍在洗澡 小龙就去下面蒸包子给他吃 哪知没过一会功夫 小苍就被欺负 小龙赶回去营救 接着就发生了警局里的悲剧 现在小龙因为复仇再次被抓 就在警察言行逼供时 新领导出面阻止 在小龙保证自己不再追究后 警察无罪释放了他 小苍的自残行为也让他彻底洗清嫌疑 小龙去医院带走小苍 但被钱哥发现 两人在地下车库相遇 但小龙没有复仇 开着救护车就走了 可惜钱哥没打算放过他 一边开车去追 一边给同事打电话让他拦截 同事半路打中了车胎 和小龙在加油站狭路相逢 两人扭打做一团 小龙将油枪塞进对方嘴里 然后对着他开枪 大火瞬间吞噬同事 由内而外的开始燃烧 小龙逃跑到旁边的草地 此时一个飞车过来撞倒了他 钱哥随即和他展开追逐站 用钢管把他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小龙在地上摸到一个破井盖 反手就给了钱哥一下 钱哥原地领了盒饭 当初那个伤害小苍的警察老杜 发现救护车 因为之前钱哥有和他报信 虽然老杜现在已经退休了 但他知道小龙不会放过自己 他对着小苍的肚子开了几枪 原本昏倒在草地里的小龙 拼尽全力起身走过来 老杜本想一枪了结了他 但枪法太差一直没打中 最后手枪卡壳 老杜只好留下一句话后离开 五年后老杜成了一家福利院的院长 每天挂着一副乐善好施的嘴脸 小龙当然没死 他找到福利院决定完成最后的复仇 老杜客气地给他端来咖啡 还说我已经原谅你 每天我都有为你祈祷 但小龙并不领情 突然掏出枪打坏了他手上的五角星纹身 接着又对着他身上开了两枪 这一幕被进来的孩子们看到 但小龙并没有停手 当着孩子的面诵老杜下地狱 其中一个小孩从背后偷袭小龙 用铅笔直插入他的脖子 随后所有孩子一拥而上将他团团围住 他们用铅笔不停地攻击小龙 男人寡不敌众失去抵抗力 最后小孩拿枪对准小龙 几发声响过后 小龙彻底倒在了雪坡中 他的血和老度地在地上汇合 透出一种渊渊相报的宿命感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叫《复仇者之死》 讲述了一个愣头亲为女友复仇的故事 揭示了坏人利用特权互相包庇的丑恶嘴脸 虽然全篇风格阴郁 但是我们也能看到其中 小龙和小苍之间至纯至真的爱情 确实很感人肺腑 或许这也是一个纯爱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 片中饰演女主角的是苍景空老师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原片